从本页的图像里面 很清楚的会显示到各种不同商品的名称 也会显现出它不同的营业额 因为营业额的高低 把单项产品去除以它的合计 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构成比 每一个产品的成本不一样 就会有它的毛利额 所以毛利额就是营业额去减掉 它的成本就会有毛利 用毛利额去除以营业额 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毛利额 产品要做排名 如果以营业额来排名 可能不能反映完整的状况 如果只是以毛利额来排名 也不一定能反映完整的状况 所以在评估商品绩效 最标准的模式就是把毛利额 去乘以你的构成比 它就会有一个附加贡献率 是不是上一页所说的 请看 内衣裤袜子 构成比是不是13% 清洁剂构成比却有34.4% 为什么它排在它下面 原来 原来 内衣裤袜子的毛利比较高 它有23% 而清洁剂只有6.5% 一般如果你忽略了毛利额去乘以你的构成比 在你的销售商品排行榜 是不是清洁剂会在内衣裤的上面 这就是商品决策很容易出现的盲点 所以在食物运作里面 一定要去善用附加贡献率 来做商品的评估